诸位同学,请先开经本 阿南问世佛吉凶经科会 第二十五面 经文道书第四行看起 宁经王无则 刀剑皆身心 射归好伐杀 祸堂勇其中 看这首记 这下面有五个小段 是讲的过罪别报 这讲到果报了 这个 造作罪业 无论是大小轻重 都有报应 所以佛法当中常说 众生为果 菩萨为音 众生在造作的时候 不相信有果报 所以他感造 到国报将要现前的时候了 后悔末节 我们曾经看到 许多做将军的人 他在 做官的时候 年负 年负立强 大概总是三四十岁 什么也不怕 什么也不畏惧 敢杀人 杀人多了 到晚年呢 后悔末期 我就遇到好几位 万年的时候 常常想到过去 就流眼泪 有忏悔的心 这样的人呢 还是有救 换一句话说 过去身中的 善根福德 深厚 这一生当中 年轻的时候 迷惑颠倒 万年的时候 能忏悔 能知过 果然回头 习心 义心 涅腹 求生 净土 还是能往生 不要说 这些做将军的人 我们在经典上看到 波斯尼王 造无逆十五罪业 临终忏悔 念佛求生 净土 世尊跟我们说 上品 终身 我们初读这个经文 都感觉得很压抑 这样一个误人 为什么 往生平位 那么高 于是我们才 体会到 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 有年类修行的方法 第一类呢 就是我们平常人 所采取的 断卧 修善 吉功 类德 用这个方法 往生 第二种呢 这个方法就是 在做人的时候 造作 许许多多的 畏议 决定 要断 别的人 他那一口气 还没有断 之前 彻底悔改 忏悔的功德 不可遂 忏悔 往生 平位高下 看他忏悔的 诚意 果然 至诚 恳切 那个 平位高 因此 我们对于 造作 罪业的众生 不敢 轻慢 不敢 轻视 因为 我们不知道 他的来历了 像波斯尼王 这种人 过去身中 善根 负德 非常深厚啊 这一身当中 夜时糊涂 夜时的迷惑 闯下大祸 由于过去 自身中的 善根 负德 临终之情 还能够 预言 他 预言 善根 就下去 说不定 我们往生 平位 还不如他 由此可止 人 不怕 有过失 不怕 造罪业 怕的是 你不肯悔改啊 中国言语常说啊 人非 身心 数能 无过 过而 能改 善莫 大业 当然 最好的修行方法 是把这年种 结合起来 断我修善 吉功雷德 又天天 忏悔 这个修学的方法 好啊 所以 我们进宗学会成立之后 我教导我们的同学 我重新订一个 课诵本 把以往 我们早晚课 念的那些经咒 我们改过来 我们专修为净土 那些经咒 我们不念 我们换成 无量寿经 早括 我们多 第六品 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月 目的活在 希望我们 每一天早晨 念这段经文 把阿弥陀佛的本愿 变成自己的本愿 我们照着 这个经本 发愿 发跟阿弥陀佛 同样的 我们的心愿 跟阿弥陀佛一样 晚安阔 我们采取 无量寿经 三十二品到三十七品 念这一段经文 要认真 反省 解敌 改过 自信 这一段经文 详细说明 无界 是善 是无界 是善 最好的 最好的 佛在经上 教我们 做的 我们要 反省一下 这一天 我们做到了没有 佛说我们 不可以 做的 我们反省 有没有 违反 忏悔 改过 这是 菩萨行 这样的经文 我们每天读诵 就有受用 帮助我们的 心愿 解行 都能够 与佛相应 真正 乐视它 读诵 受持 为人 也说 也就是 把经教 落实在我们生活中 落实在 工作里面 落实在 厨师 待人 救 这个早晚 库 就没有 被做 这是把 这个通途的 修学方法 跟 参除业障 集合 在一起 非常 圆满的 修行方法 如果一个人 造作罪业 不知道 忏悔 说实在的话 娑婆 世界 六道 众生 哪一个 不造业 地藏 菩萨 本愿经 里面 说的 对呀 我们细心去想想 去观察 这个话 一点 都不过分 我们不休 忏悔 行吗 不休 忏悔 那就是 今天 经文 里面 讲的 果报了 命今 王 无责 这是说 这个 他往生 他往生 无责 无责是 无间地狱 他到这里去往生 去了 这个经 是早期翻译的 佛经流传到中国 最早翻译的 以后呢 就不用这个名字 以后都用 无间地狱 最初翻的时候 翻这个名称 地藏菩萨 本愿经里面 讲得清楚 五 五间 见识是 间隔 地狱 里面呢 情况 也相当复杂 有大地狱 有小地狱 有无真地狱 有真地狱 分的类别 很多 无间地狱 是最重的 他受苦啊 没有 坚决 那么 其他的 这个地狱 纵然是 大地狱 他受苦啊 还有一个 休息的时间 像受刑罚 大地狱 便打一顿了 还要休息 一段时期 明天 再来打你 他总有一段 休息的时间 这个地狱 受苦 没有休息 没有间隔 从你 堕地狱 这天起 一直到 醉受满了 出来 你才得休息 你要不 离开地狱 那你 永远 没有 这个受苦 没有间隔 为什么说 五 五间 第一个是讲 去骨 五间 在人间 一段期 他就到地狱 去了 没有中阴 一般 我们都知道 人死了 断期之后 他有中阴 生 就是说 灵魂还没有 去投胎 这段时间 叫中阴生 大多数人 这个中阴生 的时间 是49天 49天之后 他去投胎 他又去轮回 不一定 到哪一道 至于到哪一道 也是业力 轻引着 他去 佛在经典里面 告诉我们 众生受报 有两种业力 一种 叫隐意 引导我们 去投胎 那我们 这一生当中 到人道来投胎 人道的 营业是什么呢 是五界十三 我们过去生中 修过五界十三 不定 不定 是哪一生 也许是过去 九云 节中 我们修了 这个因 这一生当中 云 成熟了 就到这个 人间来投胎了 得这个 人生 父母是 缘 营业 才是 轻因 得到 人生之后 那我们晓得 社会上 人很多 每个人 相貌不一样 体质不一样 一生的寄予 富贵 贫贱 不一样 这是什么呢 这是 又是一个 这个叫 满业 满是圆满的 我们 投胎 得到这个 身体之后 一生的 吉凶 祸 富贵 贫贱 是满业 满业 就是过去 生中 断我 修善 吉功 累得 是这样的一个 可怕 那么地狱里面的 营业是什么呢 这个我们不能 不知道 嫉妒 嗔恨 这个很可怕 所以 人在 临终的时候 心里 不高兴 发脾气 肯定 到地狱去 这个业力 引导他 到地狱去 投身 贪心 多恶鬼啊 活的时候啊 对自己 拥有的财物 放不下了 贪念 林明宗 是这个念头呢 就当过轨道去了 如果林明宗 时 糊里糊涂 迷惑颠倒 愚痴啊 邪阵 是非 善无 无知 都这个颠倒 搞错乱了 除神道啊 林明宗 时 还想到 人伦 道德 还想到 人意 离之性 这个 营业 引导你 到人道的头身 你来生 不是人 那么做佛呢 佛的营业 引导你去做佛 入佛法界 平等心 平等心 是佛道的营业 我们今天讲的 讲的圆满一点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确 慈悲 这个心 引导你到佛法界去了 注意 要知道啊 那成佛还有业吗 有 你成的佛 是摄法界里面的佛 不是业政法界的 你就晓得 摄法界里面 都是众生 都是凡夫 佛大乘佛法里面 讲凡夫 有内凡 外凡 内外怎么分呢 六道是个界限 六道里面 叫内凡 六道外面 四圣法界 叫外凡 所以通常讲啊 摄法界都是凡夫 为什么是凡夫 没有见心 还是阿赖耶识 做主 四圣法界 使用的正 六凡法界 也是用的摄心 用的偏 就这么回事 四圣法界里面的佛 也不错了 再往上提升一击 那就真的成佛了 他就不是相思为了 他是分正为了 我们总要懂这个道理 那么由此可知 贪嗔痴 不能不断 要真断 能断得了吗 能 肯定能 问题 就是你自己肯不肯 断烦恼气 习习的震上云 最重要的 高度的警觉 知道什么呢 贪爱是摩鬼道 欲吃是畜生道 晨慧是地狱道 我这个念头才一动 马上想到 那个前面是三图 这个念头就不能再起了 念佛人好啊 一句阿弥陀佛 把心摆平了 把贪嗔痴 扶住了 佛要这样念 才有功德 不是说 一念念佛 一念打妄想 那是一点功德都没有 那个佛就白念 所以念佛要慧念 把这个烦恼的夜音 念掉 卧人 急卧之人 是造作地狱罪业的 一段期 就躲地狱 当中没有中意 就是没有间隔 这第一种无间 第二种受苦 一到地狱就受苦 地狱里头 有多少苦啊 他通通都要受 帝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所说的 一切的 刑罚 刀山 禁树游顶 没有一样 他不受啊 同时受啊 受苦无间 第三个就是食无间 同时受 不是说 这个刑罚受了之后 再受那个 不是 同时受 那同时受 他那个身体 怎么受法呢 躲在地狱的身体 是化身 地狱有多大了 他自己感觉的 他那个身就多大 他的身跟地狱一样大 所以叫行无间 他这个身跟地狱一样大 第五个叫命无间 那一受 这个刑罚 立刻就死了 死了之后 地狱里头 夜风啊 风一吹了 他又活去了 活了 再受 生生死死 死死生生 绝对没有休息的 最苦的地狱 无无间地狱 我们要记住 不能干这个事情啊 但是今天干这个事情的人 躲 无间地狱 罪业 无逆罪 佛在经上 告诉我们 第一个 杀父亲 第二杀母亲 第三个 杀阿罗汉 阿罗汉是圣人 现在这个事情 也没有阿罗汉 有阿罗汉 你也不知道 但是 有等流的罪 就是跟这个罪 平等的 那是什么呢 善知识 在我们佛门 有修 有学的 我们不必讲真 真正 有修 有学 能为社会大众 做好榜样的人 红发 叫化大众 这些人 在这个世间 等于是阿罗汉 你要是杀害他 这就是杀阿罗汉的罪 第四条 叫处福 神学 佛 佛报是圆满的 没有人能够杀害佛的 保护佛的那些天神 太多太多了 不管是什么人 你想起心动念害佛 你害不到 那个处福神学 是什么意思呢 他确实起了这个悟心 想害佛 提婆大多 他想把佛害死 目的何在呢 自己做福 嫉妒福的这个地位 想把他害死 自己做福 他知道 释迦摩尼佛每一天到城里去托波 走的那条路 这个道路 当中啊 正好 有一小段的地方啊 是个峭壁 他就在那个峭壁 那个山顶上啊 放了一块大石头 埋伏在那里 释迦摩尼佛从那里经过 他把这个石头推下去 想把释迦摩尼佛砸死 啊 呼发神 这个我们晓得 威陀菩萨了 威陀菩萨手上拿的是金刚鼠啊 就在空中把这个石头拦住了 啊 这个金刚鼠碰到这个石头 石头就裂碎了 裂成很多碎片 碎片有一片 炸到佛的脚背 佛流了一点血 处伏神血 那么现在释迦摩尼佛 已经灭渡三千年了 那还有这一条罪吗 有 有等流的罪 哪一种罪呢 成慧心 破坏佛像 但于处伏神血 啊 像我们一般无意的 没有这个罪 啊 那是一点过时 你不要害怕 啊 成慧心 啊 你说我们家的宫地佛像 特别是画的佛像 年代久了 啊 那个颜色都不好看了 太旧了 我们换一个新的 我们把这个佛像 把它烧掉 啊 啊 功功尽尽的心 换一个新的佛像 这个没有罪 啊 不要看到这个时候 吓到之后都不敢动了 那你就错了 啊 他是什么 恶意 狠透了 啊 把它毁掉 才有这个罪 啊 我们对佛 恭敬心 没有 诚恨心 啊 我们尊敬佛陀 啊 啊 那么最好 这个佛像火化之后 啊 啊 那个灰怎么处理呢 古大德教给我们 两个方法 啊 一个方法呢 把它包起来 包得好好的 埋在地下 啊 最好 埋在这个山林当中 啊 很清净的 这个土地 啊 那么现在 这个机缘很难 没有了 都都住在都市里 到哪里去找土地 啊 找不到了 另外一种方法呢 把它包好 用一块大石头 包在一起 让它沉在水底下 啊 这个水呢 最好是河流 是流水 都是去 洁净的意思 啊 所以这个 我们要想的 啊 这年终方法 居住在 大都市里面 都很不容易 做到 啊 那我们如何处理 最好的处理法 如果 这个地区 有寺庙 寺庙里头啊 有 活化的炉子 啊 活化炉 在活化炉里面上 那是最好的 那还省事 这是一个 很好的方法 所以 总要有 全桥方便 啊 最重要的 是 恭敬性 啊 绝对不是 有意 把佛像啊 任意丢弃 这个不可以 啊 烧化成灰 也不能够 任意丢弃 如果 如果是在 报纸 杂志里面 现在有很多 印的佛像 所以有些人 很头痛啊 来问我发誓 怎么办 你这个报纸上 印这么多 啊 我家里订着报纸 今天的报纸 怎么办 我怎么处分 我说这个没关系 这个 你 跟一般报纸 同样的处分 就可以了 它有收旧报纸 但是这一份 有佛像的 这个报纸呢 你可以用 用这干净的塑胶带 把它封起来 啊 用胶带 连起来 跟一般报纸 一样 让他们收取 为什么 我们这样做 我们的恭敬心到了 啊 那么杂志 也可以这样处理 如果这个佛像 是一个整张的 我们可以 把它裁下来 相敬框供养 方法很多啊 绝不能 悟意 对佛菩萨形象 这第四种 无力罪 所以 毁服下 那个罪过 太大太大了 我在中国大陆 听到很多人跟我说 文化大革命期间当中 这些红卫兵呢 不懂事 炸毁 事院里面 那些佛像 他们告诉我 那个古报 非常快 半年 不到一年 他们都死了 而且都是狠死 好多人 举例子 告诉我 这个例子太多了 听到 不能不相信 我们细心 观察了 你再看 他造这个音 你再观察他 那报应 报应 好快 好快 这些人 到哪里去了呢 那在我们 经论里面看 都到地狱去了 底下这一句 这是讲地狱的罪报啊 道尽 皆神行 道尽 皆数 他要受这些苦难啊 地狱里面的刑罚 太多太多了 说不尽啊 受鬼 好发沙 佛在经上 告诉我们 鬼道 种类也很多 大地分 可以分为 三十六类 大分 其中 有十六类 叫做射鬼 几乎占一半 这个射鬼 就是我们平常讲的 物鬼 非常 凶狠 残忍 害人的 鬼道里面 也有好鬼 不害人的 不但不害人啊 还有些鬼帮助人 你看我们看 紫布鱼 看聊资之意 看这个 这个这个 岳位草堂 笔记 很多里面记得 鬼都很好啊 因为鬼比人还好啊 这里头 有山 有 为什么那么好 那么好的时候 他还到鬼道呢 贪心被断 贪心 所以 那个贪 引到他 到鬼道里面 去投胎去了 这一类呢 我们 世俗里面 常讲啊 牛头马面 佛经里面 讲的 阿鹏 物鬼 他们的 身心 非常 凶物 残忍 好杀 这些 都是 过去 身中 所带的 习气 那么在人间 他就不是个善人 供高 我们 脾气很大 稍稍不 不如意 他就要 伤害人 我们 想的 这个道理 在地狱里面 常常看到 这些 恶鬼 实际上 这些 恶鬼 也是地狱里头 变化的 形状 从哪里变化呢 自己 业力 变形出来 霍汤 涌其中 霍汤 就是我们 一般人 讲的 油锅 油顶 那个油 要是 烧开了 你就知道 那个热度 多高 它跟水 不一样 热的油 一滴 粘到我们皮肤上 我们皮肤 立刻 就被它破坏 就起泡 那个人 和和的人 把它放在 油顶里面 像炸油条一样 那个最多难受 这一句是讲的 油顶的 国报 银以暴铜柱 大火 向燃烧 这是 邪银的国报 这个暴铜柱 形状就像 邪银 感应 变形出来的 所以我们晓得 地狱是不是 真地狱 不能说真有 也不能说没有 为什么 业力变形 就像我们人做梦一样 你说梦 有没有 不能说有 也不能说没有 民国初年 张太炎 居士 就遇到 有这么一桩事情 这时 他的女婿 告诉我的 朱金舟老先生 我一学佛的时候 常常跟他 我那个时候 二十六七岁 他老人家 大概七十岁 他把我们看作小孩 确实 我们在他面前 孙子辈 常常讲故事 给我们听 他老要帐的故事 老要帐就是 张太炎 这是 中国 这个民国初年 破许恶大事 得罪 袁世凯 怎么得罪呢 他不骂袁世凯 袁世凯 做了很多坏事 他不说 有人问他 别人都批评 都骂袁世凯 你为什么我骂了 他不值得我骂 这个话传到袁世凯 袁世凯非常生气 他也就把他抓起来 关到这个建牢 袁里面 大概关了一个月 实际上他也没什么罪 就把他放出来 放出来之后 没有隔几天 有一天晚上 有几个小鬼 抬了轿子 来接他 他就在哪里去 东药大帝 请你去 东药大帝 封信 给他 请他去当判官 他一想当判官 他不就死掉了吗 他说不会 早晨呢 我们再送你回来 这样的 他就去了 不去也不行 东药大帝的判官 判官地位很高 就像现在的秘书长一样 地位很高 白天回来之后 所以他就很忙碌了 日夜都不能休息 白天要办人间的事情 晚上要到轨道去上班 有一天 他突然想起 地狱里头 炮落 这个暴童柱是炮落 炮落的刑罚了 太残酷 这个铜柱烧得通红的 人抱着上去 这个太残酷了 他建议 能不能把这个刑罚废除 东药大帝听着笑笑 这是你先去看看 去参观一下 阴王就派了两个小鬼 带他去 到了 这个炮落的刑场 小鬼站在那里 告诉他到了 他看不见 小鬼看 他看不见 于是一下 就觉悟过来了 这是自己业力变现 张太爷没有这个业力 所以到刑场 他也看不到 于是就不再说了 不再提了 地狱种种啊 这些刑罚 是你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我的戏器 不能不改啊 你要不改 将来就变这个境界 有的你受的了 真的自作自受 不是阴路王给你受的 这个地狱 不是阴路王造的 人间的建篮于 人间种种种 这个这个 这个体罚 不错 是人造的 地狱里头 不是人造的 不是阴路王造的 那么 那么由此可知 天上的那个佛报 我们在佛经上 里面读到的 欲界天 涛利天的佛报 斗率天的佛报 化落天的佛报 这佛经上讲的很多 是不是上帝在那里建好了 让我们去享受呢 不是啊 善业所感的 善果 不是人为的 由此可知 善我的力量 不可思议 佛在经上常讲 幸福众生 三无差别 这三个力量 一样大了 佛陀对我们的恩德 没有别的 就是把这些四十真相 统统告诉我们 觉悟的人 明白的人 要知道 自求多福 这个 年聚记 就是 一个小枯 就是一段 为我们说明 苦暴的 苦暴的 状况 这个经里面 讲的 简单 细说 我们一般 我们一般常常读读诵 地藏菩萨 本愿经 这是大家念的最多的 地藏菩萨 十能经 念的人比较少 都有很详细的 说明 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 我们在迷范 我们在明报记 不仅仅是佛的经典里面 给我们透露了很多 在这个世纪 无论是过去 还是现在 中国还是外国 关于这些 报道 我们也常常看到 常常听到 千万年来 这个事情也没中断过 是真的 决定不是讲的 朱金周老巨师 也给我们说了一个 民国初年的故事 满清末年 曾经做过 庆差大人的 皇帝派遣他 去赈灾 他把赈灾的钱 吞没了 这个罪过很重啊 灾区里面很多人 得不到政府 这个救济 死了很多人 满清 亡国 民国成立之后 他在上海 租界里面 现在说租界 很多人不懂啊 在上海 外国租界里面呢 去当御工啊 享受他的晚年 念佛 拜佛 送金 做很多慈善好事 修桥不露 救济贫困 干了很多好事 死了以后 死了以后 还是躲地 弥补不过来 时间到了 这个下一堂 我再把这个故事 送给诸位听